整个爱奇艺是2010年初建立的 然后是在2010年的4月22号视频网站正式上线 爱奇艺的背景最早是百度公司跟美国当时一家非常大的私募基金叫Providence 一起来投资合作的 到目前为止爱奇艺百度是最大的股东 然后今年大家也看到新闻了 3亿美金小米入股爱奇艺成为爱奇艺的第二个股东 在爱奇艺将近五年的时间里面 爱奇艺一直是高速的发展 从2014年的1月份开始 爱奇艺就已经是在各方面的数据指标排在了第一 那到目前为止 爱奇艺无论是在PC端 PC客户端 包括移动端 各方面的指标都是行业的绝对第一 这是爱奇艺整个的现状 在中国 VOD的模式其实已经是做了大概三到四年的时间 但是因为三个先天的条件导致VOD的模式一直没有大规模的市场化 那这三个条件就是第一就是盗版 第二就是支付的一个便利性 第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Windows窗口期 那随着盗版在2014年 中国政府的一个大力打击 很多盗版网站被关掉 而且盗版网站的负责人被判刑 这标志着中国快速的进入了打盗版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爱奇艺跟美国电影协会MPA 我们一起来联手 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帮助MPA或者说协助来和中国政府一起来打击盗版 第二随着类似于AliPay这种移动端的支付工具的越来越便捷 支付的产品越来越成型 所以支付又是被我们推掉了第二座大山 第三个就是窗口期 随着我们跟好莱坞六大合作的不断深入 再加上中国电影市场的不断的扩大 窗口期现在越来越短 而且国产的电影的窗口期 现在能做到零窗口期 什么概念 电影下了院线 第一时间在网站上以VOD的点播或者包月的形式来播放 所以说这三个条件促进了VOD行业的快速发展 目前到现在为止 爱奇艺是整个中国市场上 VOD的付费业务做得最好的 我们可以把爱奇艺理解为类似于美国的Netflix 而且我们这个业务是在两年内快速的发展 而且达到了年度的复合增长率超过了500%的一个速度 在这个过程当中 爱奇艺为什么是行业里速度最快的 而且目前到了行业第一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技术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爱奇艺是一家媒体基因非常强的技术公司 毕竟我们是互联网公司 类似于Netflix一样 爱奇艺也有人物画像 也有我们自己的推荐的逻辑算法 也有每一个用户的这样的个性化的首页 所以技术产品的快速发展 是我们做这个业务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 第二个因素就是说 随着VOD的付费用户不断的增多 随着内容的不断的大量的丰富 对现有的中国的电影市场 已经开始悄悄的发生了改变 我可以预测在不远的将来 很多的电影会采取院线和VOD同时发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促进电影取得更多的票房 这次来柏林呢 是我个人以及代表爱奇艺和爱奇影业 第一次来参加柏林电影节 之前大家可能或多或少的也都知道 2014年整个爱奇艺以及爱奇影业 与威尼斯电影节 与釜山电影节 与AFM电影节 都有非常广泛和深入的合作 柏林作为世界上最强的老牌的三大电影节之一 我们还没有来过 所以这次我们跟柏林电影节相关的同事 以及德国当地的电影界的同仁 举行了几次谈话和论坛 我们觉得德国在期望与中国电影合作方面的愿望 非常的强烈 而且我们会在大概的主要的论坛的方向就是说 我们会与德国电影节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合作 比方说Marketing的市场的部分 比方说我们会在创投的部分 以及新人新项目导演的培训交流 以及拍摄方面 会有多方面的合作 这个是这次来柏林最大的一个收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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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